好朋友们好,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出出租房的视频了 我昨天早上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我在管理我自己出租房十几年来第一次做的这件事情 昨天我去做了一个驱逐租客的申请 这个租客的申请并不是我们普通说的one month notice的申请 因为我自己是在BC省 所以我这个表格跟大家用的是Landlord's Application for Dispute Resolution Expedited Hearing Expedited就是加急的意思 另外加急驱逐令在申请的程序上跟我们普通的一个月的驱逐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好,首先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给租客发加急的驱逐 首先我们驱逐这个申请是不是能够获得加急的处理 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 而是由RTB 由我们的租赁管理部门来决定的 从我自己的判断 这个租客是他给别人造成的危害 另外他对不光是我的物业 还有就是他的邻居的物业 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风险 这个租客是在我的摩波红park里面的其中一个租客 这个租客在2021年的10月份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买下来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正规的手续 所以到现在为止其实他还不真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当时申请人呢是女儿和他的妈妈申请的 并没有把他的父亲的名字放上去 但是呢他入住以后他女儿从来没有在这边住过 是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在这边居住 好为什么他没有把他的父亲的名字放上去呢 最后我才知道是因为他父亲有犯罪记录 他是怕把他的父亲放到申请表上之后 我们要是查他的背景的话 可能就不允许他在我这边来住了 好他父亲自从他父亲住进来之后 我这个park呢就经常收到别人的这个投诉 投诉什么呢就是经常会丢东西 很多人就是举报呢说 他们后院院子里面的很多的东西都missing了 就是丢掉了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偷的 那他住进来之后也是有邻居通过查他的背景 告诉过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犯罪记录的 但是呢因为他已经住进来了 当时他住进来呢没有通过我的筛选 而是是我的这个住在那边的caretaker 做他女儿这个背景调查了 觉得他女儿是OK的 所以就接受他们了 没想到是他父亲出现的这个问题 我在整理证据的时候呢 也把他父亲这个犯罪记录给他打印出来了 那我发现真的是太可怕了 他父亲从1998年一直到2020年 一共有36项犯罪记录 就说在我们的public的report上 是可以查到他一共有36项 那么在其中呢有一些是有charges的 已经有了判决出来的 这些判决里面呢 有很多都是他去偷盗 还有呢是盗用别人的信用卡 这个租客呢是特别会说话的一个租客 因为我曾经呢也跟他说过提过这个问题 然后呢他是说呢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他说我现在早就不做这些事情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在加拿大吧 我们如果家里丢掉东西了 报告警察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抓不到他本人的时候 我们只能怀疑他是有偷到 但是并不能说这个东西丢了就是他偷的 所以虽然我想把他赶走 但是没有很好的理由把他赶走 这样呢就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也曾经的跟他女儿说过 我说本身你们住在这儿 你父亲住在这儿就不是合法的 因为他不在身经表上 那他女儿跟我说呢 他说我父亲住在这儿呢 是因为他要帮我把这个房子做装修 做完装修我就会搬进来 后来呢他又找其他的理由 总之呢他的父亲在这边是一个很麻烦的组客 结果呢这次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促使我有一个很好的证据 把他去逐走 2月2号呢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去到我这个Mobile Home Park 我在那边呢见了一些租客 我也跟他本人去见面了 然后在2月5号的晚上 我就收到我的现在的这个管理员 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5号这个租客也就是他们住的这个房子 他说5号呢着火了 他说有6辆救护车现在正在灭火 在第二天呢我就跟这个我的管理员 跟他具体的问了一下这个情况 着火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5号的租客 他两个月前他自己呢装了一个wood fireplace 就是木头的一个壁炉 通常就是比较旧的房子 他们通常会安这么一个壁炉 我们普通的房子那个烟筒是用这个砖来砌的 那么他这种呢是有一个这个pipe管子 那他装这个呢本身他是自己去装的 首先呢装这个是首先要有这个permit 就要有这个批文的许可证 还有呢一定要certified 就是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帮他来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很危险的东西 好他呢就自己做了 这个就是最终着火的原因 就是他这个火星啊就飞到了这个屋子里面 飞到屋子里面当时他太太一个人在家 当时他太太看到这个火星之后就着急嘛 要灭火 结果他就把室外的这个焦花的 我们说的这个龙头就拿到屋里 整个屋子就为了灭火呀 就拿这个喷这个火 在喷火的时候呢 房子肯定是有损坏了 因为整个都拿水用水给淹了嘛 另外呢就是他在喷的过程中触及到了电线 电线碰到了水以后 他就形成了短路那在这之后呢 我也问了一下我的这个管理员 我说呢他里面这个房子的状况怎么样 他说管理员说呢里面破坏的很厉害 基本上修复是不太可能的修复的了 是这么讲的不能够住人了 就这种情况下是不安全住人的 另外呢那天是因为他那个把这个电线短路了嘛 所以呢BC Hydro也过来了 把他的电线整个掐掉了 所以他里面是不能够住人的 我在前两天呢又收到了他的另外 和他两个房子的这个邻居 给我写的一个邮件 他说莉莉安你一定要把他赶走 他说他这种行为太危险了 哪一天可能把我们的房子都会找找 好就这么一个租客 我最后决定 本来呢我是想给他发一个月的 这个通知让他走 后来我想从我自己的经验上来讲 发一个月通知至少要等 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这个hearing 那我不想等那么长时间 而且他的行为确实太危险了 另外呢就是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跟他女儿联系了 我说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他跟我讲呢 他说他现在正在做这个评估 看看损失怎么样 他说呢一种方式呢就是他们找人去修 另外呢也有可能把这个房子卖掉 我呢在前两天又跟我的这个管理员联系 我的管理员跟我讲 他女儿跟他讲 他们是想自己去做这个维修 我一听这个我就更着急了 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自己做的 太危险了 有好多电的东西啊 因为他已经造成了这个损失了 因为他自己动手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 造成损失 所以我是不能相信他能够自己完成这个事情的 我呢就因为这个 我说赶快要把他驱逐 另外呢他这个房子也不可能去卖掉的 在我前两天才发现 他这个房子虽然说是跟另外的一个人买下来的 实际上还没有过顾到在他的头上 那这个呢又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 那今天呢没有时间跟大家讲 总之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这次就是用这种加速申请驱逐的方式 在要驱赶这个租客 那具体我这个过程 有没有可能最后就是RTB帮我判断 说这个是可以用加级的方式 另外我等多长时间可以去参加这个听证会 这些呢都是到时候我会跟大家继续来更新来分享 另外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要求申请加速的 驱逐的这个申请 和我们普通的一个月解除租约的这个申请 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呢是说 当我们要驱赶一个租客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表格可以在网上填了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就是evidence给他提供了 除了把这个信息给到RTB呢 你要给他打一份出来给到这个租客 就是这是同时来进行的啊 然后呢由这个RTB看到你的这个申请之后 他来判定是不是你这个符合加速的这个过程 如果是符合他们就尽快的会给你安排这个听证会 如果哪位听众你们有这样的经历 也欢迎你们在这个视频下来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就动手来按订阅键 并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有新的视频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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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